嗨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那我们来谈一下咯 清明节前 七样东西绝对不能留 好 我们清明节就要到了 所以呢 很紧急了 希望你花点时间 赶快把这些东西整理整理 小心触摸禁忌 好 为什么要讲这东西不能留呢 有关呢 就是清明节前呢 如果到清明节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去祭祖呢 要上坟呢 或者呢 到那个灵屋塔去拜拜呢 对不对 很多人呢 住在国外呢 并没有回来拜拜 但是呢 如果有的话 也要明示一下 如果在海外的朋友呢 也请你们呢 好好的来整理一下这些东西咯 好 很多人呢 在人在世的时候 就留了很多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 最重要的是它的很 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是有七样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样 过世亲人的遗物 什么叫过世亲人的遗物 它可能呢 它有 当然珠宝例外啦 它佩戴的手表啦 珠宝啦 这些啦 黄金啦 这些例外 因为那是值钱的 以前古代呢 大家都知道 有陪葬品 但是如果 我们没有把它当成陪葬品的话 变成它身后留下来的遗产之一 比如说 黄金啦 鑽石啊 现金啊 都是它的遗产之一 那可能呢 兄弟姐妹就会分割掉了 就是分掉了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有些子女她就会保留起来 也有人这样子 保留起来也是可以的 并不是不可以 但是呢 要进化过 为什么要进化过呢 因为她佩戴在身上 她可能长期以来呢 她有一些病症 生病啦 进进出出医院啦 那急难死的呢 也要喔 为什么呢 因为急难死的更不好的原因在哪里 你又不知道她死因 比如说可能车 撞车 忽然间暴毙 心肌血管堵塞 或者呢 走路走一走就跌倒了 或者在浴室里面跌倒 就这样急难走的也很多 不管任何的急难走的人呢 她的晦气会更重 为什么她自己都不知道她要走了 生病人还知道说我可能活不长了 她还意识里面她还知道说 我可能活不长了 所以我可能在什么时候就要走了 很多呢 年纪大的人呢 她生了重病以后 她常常跟子孙讲 你们就让我走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有很多人得了癌症啦 或者呢 还去做什么化疗 气切啦 你知道吗 一大堆到八九十岁 九十几岁还在做气切 那真是不仁道 我都觉得啦 因为太痛苦了 对他们来讲是太痛苦 你想想看九十几岁的人还要在做气切 那真的是一种痛苦 就是一种给她的那种业障 就是说你这个人呢已经都不行了 你还硬要救她 那不是说我们 杨氏子孙要尽效用这种方法 如果气切能够让她好起来 当然大家都想尝试看看 那是对于有钱人来讲 通常都会找一两个看护看她 如果二十四小时要轮番来照顾的话 那我觉得呢 对这个人喔 这个病床上的那个亲人喔 或者父母呢 都是不是好事喔 所以呢 为什么她所留的遗物呢 要特别注意呢 好 如果她是忽然间走的 她不知道自己要死 她可能身上呢 有带了很多东西 或者她家里面呢 她平常喜欢的东西 她会使用的物品 比如说她可能泡茶啦 喝酒啦 甚至呢 她床头呢 有很多她自己使用的杯子啦 或者呢 她特别喜欢的那些什么 器皿啦 这些东西基本上就不要留了 为什么呢 不管在高贵的话呢 我还是建议不要留 很多人呢 并不知道就一直留留留 留到呢 这个人呢 在中阴身四十九天以内 她还会回家来 她回家来以后 她看到的器皿呢 她就会产生一股怨气 为什么呢 她不知道她自己要死啦 所以她有一股怨气 她说我为什么就死了呢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些器皿最好不要留在家里面 那很多人就问说 那怎么办呢 对 那如果她死了以后呢 请你呢 在这个清明节前呢 先把它清出来 好不好 先把它清出来 你知道有很多人她喜欢用的什么 皮包啦 皮件啦 皮夹啦 还有她放钱的地方啦 甚至呢 有一些老妈妈呢 她有特殊的一个 癖好啦 就是说她那个五朵柜呢 那个柜子里面都放她自己要的东西 那些东西最好都清出来 如果属于珍贵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留下来净化 怎么样净化呢 当你在上香的时候 我们在拜拜的时候 或者呢上香的时候就告诉她一下说 这些东西都子孙可以使用的 感谢你呢 在阳世的时候呢 留下了这么多的 这个值钱的东西给阳世子孙 希望呢 你离苦得乐呢 上了天以后呢 让这些阳世子孙也能够享受到你留下来的财富 这样子的话她心里会比较安心一点 那另外的话呢 这些东西要怎么丢弃她呢 比如说不值钱的 或者她曾经使用过的 最好就是把它呢净化过 比如说我们拜拜的时候整箱物品呢 整箱物品带在家里面的时候就告诉她说 这个物品呢都是你使用过的 那我们希望呢不要再帮你保留 让你一并呢带到天堂去 她会很开心 不管她的中医生呢是不是已经上天堂了 或者我们有帮她超度念法 念法会的 念经让她超度的 这些东西呢你只要跟她这样讲的话呢 她会很开心 那或者呢用一些金子呢 我们就烧一些金子在她的物品的上面呢 稍微绕一绕 刚说你就带着走吧 就帮她丢弃掉 我们就帮她丢弃掉 这一定要丢掉 好那如果在海外的朋友呢 如果刚好呢 你刚好跟父母亲住 或者跟外公外婆啦 自己的那个祖先 就是阿公阿嬷一起住的话呢 他们过往的也一样要这样做 所以呢不管在国内或国外都一样 不管在哪一个国家的情况都一样 因为呢她的魂她可以飘很快 她比她光速还快 所以我们常常会做到呢 做梦就是梦到亲人她回来托梦 我有做了一篇那个托梦 你们也可以上去看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样东西 过世亲人的内衣裤 她是贴身的衣物 这内衣裤呢一定要把她全部丢弃 因为呢不管她是胸罩啦 或者她的预寒的内衣啦 或者呢她的内裤啊 男女都一样 一定要把她丢弃掉 一样把它装一整箱 好不好 把她整个丢了 那这丢之前呢 还是要跟她禀报一下 就说你这些东西呢 就因为都是你用的东西 你喜欢的东西 你的内衣裤呢 就让你也一并带走 就这样告诉她 弄一整箱 不管她多大箱 或多小箱都把它装起来 不要再拿来使用了 你们千万不要拿来当抹布喔 不可以喔 不可以把仙人的遗物 内衣裤来当抹布 绝对是大不敬 千万要记住 我曾经碰过 有那种把仙人的遗物呢 她的爸爸妈妈的那个内衣裤 看起来都是免词的还不错 就那个裤头捡一捡 就拿来当抹布 你知道她做梦梦到什么 她爸爸妈妈告诉她说 她都没有内衣裤可以穿 千万真的不可以 好不好真的不可以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样 过世亲人的袜子跟鞋子 她要走路啊对不对 她要升天啊 她还要穿袜子跟鞋子 所以袜子呢跟鞋子要一并丢弃 好不好这些东西都绝对不能留 不管是她的拖鞋啦 布鞋啦 高跟鞋啦 皮鞋啦 通通不能留 这样大家知道呢 不要想皮鞋还蛮新的 哎呦 上个月才买耶 好可惜 你就拿来穿不要 好不好 千万不要 如果你要留一双在家里 当做呢 私亲之用 那 我觉得呢 还是 还是建议不要啦 因为很多人说 那我爸爸妈妈留下来的鞋子 好可惜喔 我就把他丢了 那堵物会失人 我要讲一个故事 这堵物失人包括他的照片 很有名 我们台湾一个很有名的大掌柜姓劉 大家知道了 就是以前国民党那个姓劉的大掌柜的 他的夫人呢 他长期呢 都是我的客户 他已经死了 他现在已经死了 但是呢 你知道吗 他的娘家 娘家住在内湖 有一次呢 他请我去看他娘家的哥哥 哥哥已经走了 然后呢 他嫂嫂很不顺 包括他的孩子的工作啦 还有呢 他嫂嫂呢 都赚不到钱啊 还有呢 他嫂嫂每天呢 就是在家里面哭泣啊 他娘家啦 不是这个刘大掌柜 是他夫人的娘家的嫂嫂 他哥哥走了 他哥哥走了 然后呢 这个嫂嫂呢 先生死的就是这个 刘大掌柜的夫人嘛 还有呢 就是他的公公也死了 结果呢 他就呢 鞋子留在家里面 然后呢 还把他的袜子呢 放在他房间 都不舍不得丢掉 另外一件事情 他 不是我们都有遗照嘛 对不对 通常一般遗照的话 你要放在审刊上面是小小一张 其实都不用放喔 49天以后一定要拿掉 49天以后一定要拿掉 他把他挂在餐桌的正上方 就是他随时吃饭喔 一走出他的房门 就可以看到餐桌 进门的时候呢 他只要坐在餐桌上面 他就客厅也可以看到餐桌 那餐桌上面挂了两张遗照 这两张遗照是什么呢 一张是公公的 一张是先生的 孩子呢 没有跟他住 儿子跟女儿都没有跟他住 虽然还没有结婚嘛 但是都住在外地 都没有跟他住 你知道他一个女人 孤苦伶仃 然后每天吃饭的时候 看到这两个男的喔 长辈呢 就是公公啦 还有他的先生 眼泪就酥酥酥的 一直在掉下来 多可怜啦 你知道吗 每天都是哀声叹气 那种心情压抑到 都快死掉了 他呢 后来发现他少少 越来越萧条 然后呢 越来越瘦 因为他吃不下饭了 然后呢 一出门的时候 又看到这两双鞋 又看在门口 我的妈呀 那两双鞋 又放在他家的那个鞋柜 他一打开鞋柜 他就看到 鞋柜还没有什么 没有盖子的 你要知道 没有那个可以盖起来 所以他是不是坐在客厅 就看到那个鞋柜 两双鞋在那边 独物诗人啊 所以呢 死了好几年以后呢 其实呢 我那时候就看到 哇 吓了一大跳 我就告诉他 第一件事情 对不起 请把那两张照片先拿下来 然后把鞋子先丢弃 然后呢 他到房间里面 全部放了他先生的东西 还有他公公很多东西 我都快昏倒了 因为他每天就思念这两个 陪他走过几十年的人 你知道吗 那个感情喔 是没有办法放下的 所以呢 活着人呢 比死去人更痛苦 你要了解 这个东西全部都要拿掉 后来呢 我让他那两张照片呢 打包好 放在他的衣柜上方去了 看不到的地方 他还是舍不得丢掉 我叫他说 你把他丢了 他说不行啦 照片不能丢 我告诉你 他就是怎么样都不肯丢 六十几岁了 我们也不忍心 让他太过伤心嘛 太过难过 拿下来对他来讲 一些很痛苦的事情 这是真实的故事 海洋老师呢 觉得呢 一定要告诉大家 这些事情 你们一定要 先帮我按赞跟转传 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样 亲人专用吃药的杯子 你知道很多人 勺子啊 杯子啊 他喝水 他每天要吃很多药 对不对 请你把那些杯子 也跟着那些汤匙 筷子全部丢了吧 你知道通常一般 我们给家人 比如说年纪大的人 阿公阿嬷啦 爸爸妈妈啦 如果住在一起的话呢 他们生病 对不对 他们用很多的杯子啊 一个杯子一个碗啊 或者是什么桶子啊 那些水桶啊 洗脸的水桶 洗脚的水桶啊 有没有 全部请你丢掉它 好不好 因为生病的人用过的东西 真的不好 因为那个病菌 不要说他病菌会传播 因为那个已经是病气 产生很久 可能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有可能 所以呢病气产生的人呢 尤其他房间里面一定要净化过 这样大家知道吗 所谓净化过就是 他所有东西呢 把它清出来 不要了 不要了 请你把它丢弃掉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样 亲人专用的钱包 他很喜欢这个包包啦 或者一个包 两个包三个包 他可能有几个包 对不对 大的包小的包啦 他可能换银钱的包啦 还有他换钞票的包啦 长夹啦 例如这样子 或者大的包包 他出门的时候用的包 请你呢把它丢弃了 好不好 亲人专用的钱包 就死掉 这个亲人专用的钱包 钱包里面如果有钱的话 大家把它拿起来 那个叫秋威吉 五代叫首尾钱 首尾钱就是他会分给 他之前呢 他就会分配给他的子女啊 孙子女啊之类的 那当然如果他来不及分配的话呢 通常子女也会分配 自己也会分配喔 这个叫做首尾钱 那我们的首尾钱呢 通常一般他都会知道 他可能要过往了 他走了 之前他就会说 这个东西要给谁 就像我们分配家产一样啦 所以呢他专用的钱包呢 我们要把它丢弃 因为他里面已经空掉了 代表这个人已经在这个阳寺之间 已经走完了 这个人生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把它丢弃掉 这样知道吗 千万不要放在房间里面 也不要放在你来 拿来使用喔 千万不要喔 因为你要知道 不管他急速灾难死亡的 他会回来找他的包包耶 你知道吗 他的魂魄会回来 死亡的人呢 他也会回来耶 所以你以为呢 他会回来找包包 你让他找不到以后 他就会赶快去升天 好不好 因为这个阳寺用的钱 跟阴间用的钱是不一样的 这样大家知道了没有 阳寺用的钱跟阴间用的钱是不一样的 好 第六样呢 带病痛使用的助呼吸器 比如说 他呼吸喘不过来 那些呼吸器 要把它净化 净化 你可以送人 但是要净化过 好不好 就是喔 让他晒太阳 然后呢 洗干净 喷干净 洗干净 喷干净 然后让他 这阳光的照射 净化最少呢 要49天以后 你才可以送人 这个东西呢 不要用了 如果你要再使用的话呢 很多人就说 那我送给他有需要的人 可以的 比如说有需要的 亲朋好友他 使用这些东西是可以的 因为都是 如果是他已经走了 那这东西是完整的很好的 你当然可以废物再利用 但是呢 请你净化过 49天以后再送人 好不好 我的比较建议就是 一定要净化过 晒过太阳 晒过太阳 它有光合作用的 日月精华的照射以后呢 就不会产生那些 晦气跟杂气 病气在那个地方 所以呢 如果是他吸入鼻孔的地方的话呢 那要换全新的 那个器材呢 是可以不用换 但是他使用的那个管子之类 全部要换新的 这样大家知道了 好 接下来 第七 使用过的床单 被套跟枕头套 请你丢掉它 否则他又想回来睡觉 我的天啊 回来劈财勒 古代不是那个 起那个大照嘛 你看我的外婆 这回来劈财 我快昏倒了 我跟我妈都看到过 所以呢 你要知道 他的床单 被套枕头套 你知道老的人 老的人他有个习性喔 什么东西都不准他 都不准你们丢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像我爸爸以前喔 他走之前 他这个不准丢 那个不准 他全部要用他自己用的那一套 所以呢 你跟他换他也不高兴 可能他用了两套三套的东西 背套呢 床单呢 枕头套 请你丢去他 再心都不要再用了 好不好 他睡过的 他这个人呢 在阳世间已经走了 好不好 他让所有的神佛呢 接往西方极乐世界了 请你们不要再用这些东西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在用这些东西呢 就算这个床呢 不是你在用 你的小孩在用 或者呢 其他的亲人在用 他也会回来找麻烦了 我告诉各位 尤其是那种婴儿 或者小朋友 你的房间呢 给了你的小朋友用 对不对 有人走了 有人生了婴儿出来 对不对 好 你就是说给婴儿用 或者给两三岁的小孩用 他原神还没有强 强欸 他原神不强的时候 你知道像很多美国啊 还有中国啊 还有很多国家的人呢 都是那个过往的人喔 那个房间呢 给小孩用 你知道祖父母会回来看他们 我的天啊 千万不要好不好 所以呢 请你们在清明节 你不要把他吓坏了 赶快把这些东西 全部丢了吧 好不好 因为呢 他已经习惯 你知道人有个惯性 为什么说 你很习惯 你比如说你喜欢用的包包啦 你喜欢用的枕头套啦 你喜欢用的网筷啦 杯子啊 还有你喜欢穿的衣服啦 鞋子 你都有固定的习性喔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习性喔 所以习性呢 他会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呢 他要在中阴生的这个49天之前 我们最好就把它处理掉 否则的话呢 清明节前 拜托大家 请你们赶快呢 换掉这些东西 好不好 你不要说啊 那个阿嬷睡过没关系 啊 小孩给小孩睡 阿嬷回来半夜喔 喔 他为什么惊吓 骂骂好 小孩骂骂好 就一直哭不停 晚上就会吵不停 原因在这边 所以很多人说 尤其是那种凶死的 你知道吗 凶死的 烧死的啦 自杀的啦 或者呢 被杀的啦 那个凶死的更可怕 所以我们看过很多鬼片 凶死 那凶宅 为什么都卖不掉 他或者呢 在外面意外死亡的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死了耶 你知道吗 他的魂魄 不知道自己死了 所以呢 他会回来找他要的东西 他在那个中阴生的49天里面 他会回来找他要的东西 所以请大家在清明节前 把这七样东西签 通通清掉 不要忘记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希望呢 你们呢 广传给你们的亲朋好友 好 不要忘记 在海洋老师的YouTube的右下角 按订阅小铃铛加接受全部通知 另外的话呢 帮我按赞跟分享 我的视频的正前方 有微信 海外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的客服LINE app 都在我的视频正前方 好不好 谢谢大家 然后呢 也不要忘记 这些忌讳的事情千万不要犯了 那是一个大忌 好 祝福大家 清明节呢 孝亲 然后呢 也让你家运呢 更有希望 拜拜